一切都会在疫苗灾难面前彻底改变, 我们要认认真真地面对疫苗的灾难的到来, 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, 可能基本上可以定局的共产党在死亡前对台湾的攻击, 然后我觉得俄国战争, 俄国战争我觉得肯定是俄罗斯解体, 对我们心中来方是好事, 我们会把俄罗斯人民认为中国人真正的朋友, 真正的朋友, 然后我们抓住这个机会, 把洗币系列打造好, 让更多的全球的机构投资者和大咖们和我们在一起, 我们经历了各种的讨厌和挫折, 这些世界机构投资者只会更爱我们, 更相信我们, 更愿意和我们占有在一起, 我们所有哪个人在做的事情, 都是给我们的加分, 是让我们在未来的这几大灾难面前, 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大家庭, 就是新中国联邦, 然后让我们大家有一个, 绝对的, 大家真正的信仰和宗教, 好, 好,